IDF經國號去年漢光演習 降落在屏東加東戰備道上 成為當時演習最大亮點 如今因應中國這次包圍台灣式軍演 新增戰備道刻不容緩 我國戰機部分昼夜備戰升空演練 但這一次中國擴大實彈軍演 首度在台灣東部海域進行 目前包括彰化 明雄 麻豆 仁德 等高速公路戰備道 另外還包括台一線的加東戰備道 都位在台灣西側 這一次中國東部海域 由兩區塊進行軍演 確認國防部旧規劃 將在未來新闢的台九線 關山 外環道上 新增花東戰備道 很多的機場 它都是沒有任何屏障 因為機場都在平地 那平地的話 直接就中共的這些導彈 或者是它的火箭炮 直接就可以這個做打擊 做命中 但是花東戰備道 因為它有花東縱骨 所以你的它的導彈 還有它的火箭炮 要對花東戰備道做攻擊的話 它是有它相當的困難度 東部包括花蓮空軍基地 和台東的制航基地 新建備員跑道 原本選定台九線 關山鎮島路也鄉 全長十四點五公里 比直無彎曲路段 不過考量附近多處村落 再加上此區地形高低起伏 和鄰近車站不利工程 後續決議選定關山的外環道路段 海岸山脈座屏障 它整個花東縱骨 它是南北巷 然後如果從海岸上來的威脅 有在花東戰備道的話 有整個海岸山脈座 來把它擋住 山脈群成為天然屏障 花東戰備道 位置富有戰術價值 如今中國軍演 擴大至東部海域 新增戰備道 各能為東部加強戰力 山脈座屏障 有王允竹 台北財富報道